摄影想要快人一步快速拍出好作品 这一个视频讲到的三个技巧 你一定要掌握 内容涉及照片的曝光控制 对焦控制和色调控制 比较多这一先收藏保存 第一个支持点照片的曝光控制 什么叫曝光 当你按下相机快门的一瞬间 光线会通过这个镜头记录相机 被里面的这一个底片感光元件 会记录光线的数量 最终就会形成一张照片的曝光亮度 这个过程就是相机的曝光 照片曝光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过曝、欠曝和正常曝光 要拍到曝光正常的照片 第一步你得学会怎么选择相机的档位 因为这个档位直接决定了 你的照片曝光控制是由摄影师还是相机完成 这一些拍照常用档位 P档、A档、S档、M档可以一分为二 第一类是M档 M档是手动控制曝光 剩下的这些全部都是自动控制曝光 如果你选择相机的M档 那么这个档位下曝光三要素三个参数 你都可以手动控制 并且任何一个参数都会影响照片的亮度变化 快门速度影响照片亮度变化 光圈系数数值越高画面亮度越暗 数值越低画面亮度越亮 感光度数值也一样 点击ISO按钮波动波轮 数值越低画面亮度越暗 数值越高画面的亮度越亮 那如果你选择是相机的自动档 这些档位下照片亮度是不受你控制的 选择A档 设置光圈C就值照片亮度不变 因为这一种档位下叫自动曝光 相机自动控制画面亮度 手动曝光的优势在于 它可以精准控制画面的曝光亮度 但很多新手会觉得它难 难在哪里 难在三个参数 你要怎么去设呢 这边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前面的快门光圈不用管 你只需要记住用感光度满足曝光即可 因为快门速度还会影响照片的抓拍效果 快门速度越快 照片的定格凝固效果越好 光圈系数影响照片的景深效果 光圈系数越小景深越浅 照片的背景虚化效果越强烈 所以如果你选择用相机的M档完成拍摄 一定要注意 先设置快门和光圈 最后用感光度满足曝光 其他自动曝光档的共同优势 是照片的亮度交给相机控制 但每一个档位允许摄影师控制的参数都不一样 在选择自动档位之前 一定要先看一下你的拍摄现场 适合用哪一些档位 如果是拍摄运动的场景 要设置快门速度 定格凝固效果 就选择S档 具体多少快门 可以参照这张表格设置参数 再比如如果你拍摄的是静止的场景 就选择A档 第二类要掌握的知识点是照片对焦的控制 什么叫对焦 你拍摄一个物体 让这一个物体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 就是相机的对焦 你可以设想你的相机镜头前方有一个焦平面 这一个平面上所有的物体都是清晰的 我们刚刚办案块门就让这个平面落到主体上面 这个就是对焦的过程 整一个对焦有两类操作方式 第一类是手动对焦 点击FN找到对焦模式选项 进入设置页面有两类 第一类是MF 手动对焦 这一个对焦模式下 我们需要手动旋转镜头上的对焦环 然后眼睛观察这个屏幕界面 直到物体变清晰为止 OK 完成对焦 第二类是自动对焦 同样是点击FN找到对焦模式 上面的这一些F-C F-S都是自动对焦 这种对焦模式下 我们直接把这一个对焦框 这个参数控制的对焦框 对着主体 半块门 这个物体就会变清晰 那平时怎么选呢 你可以看你现场需要的对焦速度来选 如果你拍摄的是运动的赛事 比如说小孩子跑来跑去 我们就选择自动对焦 一直保持半块门 这个物体会一直变清晰 如果是像室内拍摄产品之类的 我们需要固定 胶皮面不动 相机也不动 物体也不动 就选择MF 手动对焦 第三类要掌握照片色调的控制 点击FN找到白平衡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里面其实包含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白平衡这个选项 从上往下选择 你会发现画面的色调有些偏蓝 有一些又偏黄 更精准的使用 建议大家选择这个 自定义色温绿光片 色温值设置高于5000K 画面偏黄 色温值设置低于5000K 画面偏蓝 如果不要偏色 就设置为5000K 刚刚好 然后这个参数里面 其实还包含另外一个 会影响照片色调的 这右边这一个白平衡偏移这个选项 进入设置页面 点击FN找到白平衡 向右 进入这个设置页面 然后移动你这个摇杆 你会发现右下角 有一个小黄点在动 它所在的位置表示是 当前给你照片添加的颜色滤镜 偏绿一点 还是偏蓝一点 或者偏平红一点 偏橙一点 如果不想照片偏色 就把这个小圆点 放到十字架的中间就可以了 但要注意 控制照片色调的两个参数 白平衡白平衡偏移 都只会影响你的JPEG格式照片 对IW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麻� WRX 0 1 1 2 3 1 1 2 1 2 感谢观看